阿弥陀佛 你的信件呢 师父看了很多次 心情是很沉重的 众生累积以来 就是因为造作这么多罪业 导致今生的时候 要承受这么多的 无奈这么多的痛苦 而这些痛苦 如果是夹宅在母亲跟自己之间 我想那是痛中之痛 基本上每个人都知道 应该要孝顺 但是如果面对 极为强烈不和谐的 母子姻缘母子关系的时候 那心里是万分痛苦 直到要孝顺 又做不到 所以呢 师父想就你的例子呢 先分析给你听 因为从你的来信当中 可以看出你是一个很善良的人 因为善良 才会去自责 你才会把不断 发生在自己身上 不好的事情 归咎于 是不是 你不孝顺的 报应 这是因为 比较善良的人 才会形成这样的念头 如果 嗔恨心比较重的人 那 对于这样的母亲 不可能产生愧疚的心理 但是也从你的来信当中 知道说 你对于 因果 业力 有初步的认识 但是认识的不够深刻 还有对阿弥陀佛 相信 但是对阿弥陀佛的愿力 也认识的不够深刻 所以 想要从 这几个方面 来分析给你听 你这一生 的业力的主轴 我想是你跟你母亲 虽然 也夹杂的很多的 其他的业力 包括说 你自己的生病 工作上的不顺 等等 但是 从小 到目前为止 你跟你母亲 之间的这条业缘 是你目前为止 牵扯你命运的一个主轴 从小 你得不到母爱 不但得不到 妈妈 经常用三字经骂你 甚至常常叫你自己去死一死 还常用藤条打你 水管打你 菜刀似后你 这对于一个幼小的孩子 在国小阶段的孩子 确实是难以承受的痛苦 因为孩子呢 他全身心都只能依赖于父母 尤其是依赖于母亲 但是母亲 却这样的对待于你 也难怪 你国小的时候 曾经想不开 也难怪 你心理上会留下阴影 你会觉得自己业障深重 觉得自己就是 你母亲所说的 扫把心 这样的阴影 其实一直存到现在 还在影响你 也就是这一条业力 它是深重的 所以它影响性 贯穿的时间很长 也很重 你母亲除了这样对待你 又有一个财务上的问题 因为她欠高利贷 也欠民间的钱 导致经常有人上门讨债 你从小就必须去 应付这些讨债的人 也必须去低声下气的 跟他们说妈妈不在 我想有时候甚至还要说谎 但是欠下高利贷的妈妈 竟然在你高中毕业 快要毕业的时候 跟着男朋友跑了 对你跟哥哥丢下的话 只是自己看着办 不要回家 我想对于你跟你哥哥 那都是一个重重的伤害 而且因为高利贷 骗你哥哥你被抓 导致你哥哥被高利贷的人 打 而这个痛 让他三十年都不愿意 去探望你的母亲 所以你想 这当中有多少的纠葛 那原本你妈妈走了 跟你之间的业缘 应该是聊了 可是因为素食业力的牵引 所以就如同你所描述的 你是瞒着自己的父亲 仍然跟母亲保持联络 甚至在三十年后 他生病 被自己男朋友送到社会局 然后要找自己孩子的时候 你因为负担不起 长期的照护费用 不得不放弃抚养 还导致你非常的愧疚 非常的难过 害怕焦虑 自责自己非常不孝 这一条业力的主轴 非常的强 也表示过去生 你对自己今生的母亲 也是如此的对待 不知当时你跟她 是什么样的关系 你一定也是在言语上 暴力她 种种的让她心灵上承受痛苦 也必然跟钱财方面 也有纠葛 所以你这一生 来还这条债 还得很辛苦 现在牵扯了 几十年 还在影响你 因此 你必须从这里解套 必须先化解你跟妈妈之间所有的业力 恩怨情仇 因为过去生牵引到今生 到目前 那师父的开始如果你看过 你一定很熟悉师父这样讲 化解业力 只能靠佛力 而佛力当中 无超过 称念南无阿弥陀佛 这六个字的力量 因为南无阿弥陀佛 是佛中之王 而最主要的是 因为南无阿弥陀佛 他不可思议的愿力 他为我们这些最苦的众生 发下的深重的愿力 只要我们称念 他的名号 南无阿弥陀佛 他所有的功德 在我们念的那个当下 全部给我们 就是他称佛全部的功德 所以念一句佛 功德无量 可以念八十亿节 生死重罪 最主要的是 他要让我们称念 之后 在今生寿命到的时候 不用再去六道轮回 不要再去偿还 永无止尽的业果 就可以直接去极乐世界 成为一生补处的菩萨 快速地成佛 也只有阿弥陀佛 为我们这些最苦 在六道轮回里流浪的 众生发下这个愿 所以你现在 要跟妈妈 先解决 你们的业力问题 就靠你 一心地称念 妈妈阿弥陀佛 其他的都不用 因为没有超过 念佛的功德 没有比念这句佛号 化解你的母亲之间业力 更快速的方法 没有了 那你跟你母亲之间的业力 从这一生到目前为止 发生的事情 看起来可以断言 你欠你的母亲很多 在精神上欠的尤其的多 你到现在 你还因为母亲而 谴责自己 产生的一种障碍 所以你一定要 抓紧你自己可以运用的时间 尽力地怀念这句佛号 仰仗佛号 无上的功德力 来化解你跟你母亲的业力 但是恐怕需要一点时间 因为这个业力不是很轻 它颇重 但是要有信心 只要你开始念了 就开始化解了 你念越久 就化解得越多 虽然 还没有到一个点的时候 我们在外表上 可能感觉不到 或者是看不到 它的改善的变化 但是当你开始念了之后 佛力开始进来 阿弥陀佛也开始加持你 你的心念会首先产生变化 你目前的障碍 自从谴责自己 觉得自己不孝 觉得自己放弃了抚养 的这些念头 应该会消除 因为你放弃抚养 也是不得不如此 否则你自己也生病 你也没有把握 你可以工作多长的时间 就算你有工作 你所赚的钱 也没有办法支付 你母亲的医疗费用 这是在这种条件之下 你不得不 所做的一个选择 所以 不要再 谴责你自己 你好好的忏悔 过去生中 加诸在你母亲身上的痛苦 不管那些痛苦 是什么样的内容 你制成的向阿弥陀佛求忏悔 然后一心一意地念佛 必然可以化解 也祈求阿弥陀佛 加持你的母亲 她也是一个罪业深重的人 所以这一生 对自己的孩子 对自己的丈夫 都做了错误的行为 到年老生病了 还被男朋友也抛弃 送到社会局 所以她也需要阿弥陀佛的加持 让她能够消业 也希望她能够有一天 深根显发 愿意念佛 让她此生舍抱 也能往生到西方去 好 这是你跟你妈妈之间 是你这一生 最深重的一条业力 另外你个人 得到这个肾脏癌出奇 还好只是出奇 你也不用做化疗 你好好调养 应该影响不大 加上如果你从现在开始 一心一意地念佛 阿弥陀佛会全方位地 化解你的业力 不是只有你跟你母亲之间 还包括你自己的业力 例如你身体的健康 例如你的工作 你现在工作压力很大 因为你靠业绩 可是最近都没有业绩 所以你会形成一种焦虑 这是难免的 但是你相信师父告诉你的话 当你开始念佛之后 阿弥陀佛对你的加持 是全方位的 你一心一意念佛 也会同步解决 你的工作问题 一定可以 只是你要相信 你要认真的去念 另外从你的陈述 其实你是一个有善根的人 与佛有缘的人 你从小 在这么艰困的环境之中 曾经听到姑姑来告诉你 也教你念过大悲咒 念过心经 表示你与佛有缘 你说也常常有人 拿几元的经书给你 那你看到经书后面 介绍注印 你不知道为什么 也就去注印了 这是因为素食你有这个善根 所以你会很欢喜 去做这个事情 那你现在目前呢 你说你骑车 会念这些佛菩萨的圣号 念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观世音菩萨 南无大世知菩萨 你还念南无药师佛 南无第三王菩萨等等 那现在师父告诉你 你只要一心一意 念南无阿弥陀佛 就可以了 因为这句佛号 包括了十方诸佛菩萨的 名号与功德 念一佛等于念 千千万万的佛菩萨 所以你现在开始 只要一心一意 念南无阿弥陀佛 就可以了 你陈述你最近 遇到观音讲堂 你也会进去 忏悔 忏悔是正确的 我们所有的 这个面对的这些 我报 都是来自于过去生 造作的罪业而来 所以我们真的要忏悔 就像圣导大师告诉我们的 我们真的是罪恶生死凡夫 不断的在受报 你想想 如果没有阿弥陀佛 向你今生来还这么多的夜宝 还完了下辈子 又去还别的夜宝 没完没了 看不到尽头 所以圣导大师说我们长末 长流转 就是我们一直沉溺在生死大海当中 叫做长末 长流转 就是在六道轮回里面 一世一世的去投胎转世 没有停止的一刻 没有停止的一刻 长末 长流转 望向未来 看不到尽管转世 看不到解脱的那一天 阿弥陀佛就是因为知道 我们是如此的众生 所以怜悯我们 悲悯我们 为我们修行 为我们发愿 为我们成立了极乐世界 要接我们回去 极乐世界 所以 你过去生的善根 让你今生 得以 听闻到妈妈阿弥陀佛 得以看到影片 也知道要念佛 一定要把握这一份的善根 让你今生 就不要再轮回的 你一定要相信师父的话 要听话 要一心一意的 念南无阿弥陀佛 念到底 不管这个当中 你还有发生任何事情 因为我们还有业没有了 会不会再有其他的事情发生 非常的有可能 但是 现在我们心里 为什么会不害怕 因为有阿弥陀佛可以靠 因为我们知道说 虽然我们还得还 过去生欠的业果 但是我们知道 阿弥陀佛会让我们的伤害减轻到最低 我们的心里 我们的心里会把恐惧降到最低 所以你只要从现在开始 一心一意的专念 南无阿弥陀佛 你放心 你所有的一切 你所有的一切都归阿弥陀佛管 你所有的一切 阿弥陀佛都会为你安排 你一定要把握过去生 有种下的善根 让你今生能听闻到佛名 能念佛的这个因缘 让自己这一生 就不要再去轮回 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你一定一定要记得 好 那再来师父要告诉你的就是 你对阿弥陀佛的愿力呢 要有更清楚的认识啊 因为你写下说 你自己业障重 纵使阿弥陀佛要救赎你 也要等你自己把因果的功课做完 阿弥陀佛才能救赎 因为你的定业的关系 这里不完全正确 但是也有一部分没有错 就是确实 以定业而言 我们是得偿还的 在因果业力上 我们是得偿还的 但是现在 因为我们称赖南无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的功德注入进来 他开始替我们还债 他开始替我们还 如果说要等你自己 把这个因果都还完 那就像师父刚才说的 没完没了 哪一天我们因果还得完 我们过去生造作的罪业太多太多 太深太深还不完 那岂不是永远没有办法得到阿弥陀佛的救赎 所以这是不正确的 从你开始念佛的那一刻开始 阿弥陀佛就开始救你了 开始为你承担你的业力了 所以你现在只要一心一意的念佛 那么阿弥陀佛会一直帮你承担业果 到你这一生寿命到的那一天 阿弥陀佛一定会现前接你回极乐世界去 那么你要回极乐世界的时候 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罪业是没有还完的 那就是未来世的轮回要还的 但是那些阿弥陀佛都替你还清了 所以你才能到极乐世界去 所以你要记得 阿弥陀佛的愿力是不可思议的 他就是要救我们这样的一个众生 从你现在开始念佛的这一刻开始 他就开始救赎你 开始来转化你的因果业力 你只要深信不疑 你只要靠上阿弥陀佛的愿力 你只要一心一意的安心念佛 其他交给阿弥陀佛来处理 如果你真的照做 你会发现 首先你自己的内心平静下来 不管是自责的情绪 焦虑的情绪 种种的不平的情绪 都会渐渐的稳定下来 你的内心会开始趋向于安稳 接着你外在的因缘也会开始转变 包括你的工作 你的健康 你与母亲之间的关系等等 都会同步的转化 但是前提是你一定要相信 你一定要撑念 假设你不念佛 那么也没有办法 阿弥陀佛已经把门槛降到最低 就是只要你张口念佛就可以了 我就为你解决 已经是最简便的方法 如果这么简单的事情 我们不做的话 那么阿弥陀佛也只能怜悯我们 也只能苦等我们 因为他要救我们 就是靠我们要念佛 所以呢 你一定要听师父的话 从现在开始 一心一意的念佛 全部交给阿弥陀佛来处理 那么因为一切都是因缘 你会写信来 也是因缘 师父既然看到了这封信 那么师父能帮你的 就是帮你跟你妈妈 立解缘世界的牌位 跟你结缘 这是一个祝缘 让你能够念佛更得力 更有信心去念佛 祈求阿弥陀佛加持你 你能够听进去这些道理 能够真的靠上阿弥陀佛 能够一心一意的念佛 因此而转化 你跟你母亲之间的业缘 还有化销你自己的一些业力 解决现在的燃眉之急 包括你工作的业绩等等 祈求阿弥陀佛加持你 也祝福你 希望你好好念佛 南无阿弥陀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